这个天际线模拟器更新了 然后我也跟着 我也跟着更新了一下 听说是修复了这个声音问题 其他的都是默认画质 我也看不懂 然后我们今天玩这个新游戏吧 测试新游戏 这个热血三国志还是不能玩 测试的是这个游戏 叫做什么枪写 什么什么 枪写什么 游戏名字我忘了 大家看一下吧 应该有数据人知道 它修复了声音 这个游戏现在已经可以玩了 也是单手操作 我只能做个简单演示 它是这个 按这个B键 然后呢加入游戏 按那个挖键 是有上面这个键 然后进入游戏 然后点击开始就行了 321开始 我这里没有开什么 没有开什么什么强劲模式 风扇也没有开 CPU什么什么都没有调节 就正常直接玩的 它应该 性能没有发挥出来 我也就这样直接玩吧 不发挥了 游戏开头还是有几率加载出错的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重新进就可以了 嗯 好可以进 可以了进入游戏 它是R22键和 R22键 然后撤击或者是安装子弹吧 这个键是踢的 就是跳 这两件我暂时不知道什么用的 只是先简单演示一下 这个单手摘得很不发面啊 单手摘得不是很方便 只能做个简单演示啊 给大家 好 简单一下 这个游戏可以玩的 游戏大概是1.4G的样子 也不错 感觉画面也挺好的 顺手再演示一下这个游戏 诺之铁拳4 大家熟悉吧 这个在Win上面就可以 就可以玩的游戏 在GPTWin上就可以玩的 这个是电脑版游戏 然后因为一直到安卓上面了嘛 这两天正好我也在玩 就顺手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没啥没啥 只是证明可以玩而已 画面确实做得不错 这个诺子铁拳死 顺手演示啊 是完美支持这个按键的 不要映射 现在战争3 也可以玩啊 大家需要下载高版本的支持安卓11的 它可以 安键布局我是这样布局的 大家看一下 有的用不到 有的用不到我就接个诺一边去了 然后呢下载能用到的 我基本上就这样设置的 好 然后看一下 游戏是很流畅的 没有任何问题 这算是安卓上面的一款真正大作了 现在任何三和现在任何四都有非常不错的设计类游戏 尤其是在安卓上面 好 紧过演示 证明是可以玩的最可以的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